您对医疗症的了解是怎么样的呢 佛教里面呢他没有说这个抑郁症 抑郁症这种名词都以前是没有的 那我不能说我有一点抑郁情绪 就说我有抑郁症了对不对 过去就有很多自杀的这种案例 有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国宝 每个年龄段都有 是什么样的原因所诱导的呢 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30岁非常漂亮 她自杀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会登温道节目 我是主持人孟昕 那在当今时代物质方面的进步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发展程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但是与此同时 一个叫做心灵危机的新名词 也悄然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人在不仅解决了温饱的同时 还拥有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他们不快乐 不幸福 不开心 那据世界银行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 在不久的将来 抑郁症将成为全球公众健康的最大问题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围绕着 抑郁症以及心理健康问题 与大家展开讨论 那我们如何才能抵抗心理健康危机呢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尊贵的嘉宾 掌声有请辞呈罗珠看部 欢迎您 那同时呢 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三位重量级的来宾 他们分别是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石家咨询师 于瑞老师 欢迎您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方玉南老师 欢迎您 曾经的抑郁症患者 现在已经恢复健康的 星哥女士 欢迎您 好 那看部啊 首先在节目正式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您 那就目前为止来讲 随着时代的进步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 或者说是明星 对外宣布自己得了抑郁症 或者说是曾经受过抑郁症的困扰 呼吁大家保持关注身心健康 那在您看来 不知道您对抑郁症的了解是怎么样的呢 抑郁症这个问题呢 目前的情况来看 确实是一个不是很乐观的 比如说在美国十四十年左右的事件当中 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就增长了十倍 增长了十倍 十倍 对 然后呢 最早的时候 抑郁症的这个患者的平均的年龄 就是29岁 然后呢 十五十年以后呢 这个就下降到平均的年龄 就是14岁 差了15岁 对 对对对 那么 现在就是据说十岁的小孩 都有抑郁症的 那么 这样子的话 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这个抑郁症呢 它平时就不仅仅是这个患者 平时比如说三位有点不开心啊 失眠啊 不仅仅是这样 如果这个控制不好的话 那就是有可能完全可以多做一个人的生命 一发而不可收拾 对对对 所以抑郁症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关注这样的一个心理介绍问题 对对对 那关于抑郁症方面啊 我们的方韵男老师有过多年的咨询经验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我非常同意刊部的这个看法 那我们现在这个抑郁症发病的这个情况 是越来越年轻化 那大家知道在这个大学生中间 那我们过去就有很多的这种 自杀的这种案例 那现在已经那个慢慢的去向年轻发展 高中初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现象发生 那我们还会看到在一些著名的工厂企业里面 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那这个真的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了 已经对吧 那我想问一下余瑞老师 那我不能说我有一点抑郁情绪 就说我有抑郁症了 对不对 那在临床方面来讲 抑郁症的确定标准有什么 刚才呢 看部啊和方老师都说到了 抑郁症年龄啊 他现在呢不仅仅是说是那个年龄 刚才看部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在这里 方老师呢也说到了一个年龄段 实际上现在呢 我想说抑郁呢 它是从青少年到中年到老年 每个年龄段都有 那在我们国内比较多的青少年抑郁 现在很常见 还有老年性抑郁 还有一个大群体就是产后抑郁 那如果说是去判断的话呢 医学呢 它很多情况 尤其针对心理问题 它是一个经验类的学科 很多时候是凭了一个经验 比方抑郁症会看到三个字 呆懒愁 呆懒愁 发呆懒 爱发愁 基本上有了这几个症状的时候 那当还有一些具体细节的 有了这几个感受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抑郁情绪肯定是存在了 那是不是在用量表测量一下评估一下 这么程度就可以去断定是抑郁症了 那可以再向您咨询一下 那它具体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吗 我想来体配一下我自己 看我有没有抑郁症 首先如果大家持续两周的时间 两个星期的时间有了失眠症状 或失眠 有个时间期限 你说我经年经久性的失眠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如果说外界有个什么大的事件 或者说是临时性的一个挫折 突发性的 突发性的 发生了以后 假如你有两个星期失眠 这算一个条件 然后再就是 相对来说胃口比较差 再就是和人际交流中 越来越不愿意和周围人去交流 工作起来也没有什么动力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 稍微忧郁的情绪出现 就类似于我们古代 李伯琳的玉小姐那样了 爱春悲秋 这种状态 对 比方那阴雨的天气 你就不爱出门了 天冷了 更不爱出门了 这些基本上 它都是一种临床的表现 那有一个很容易辨别的 尤其对青少年 那这个孩子回到家里 冲到卧室第一件事情 把窗帘拉上 如果孩子在青春期是这样了 那基本上可以断定 他青少年抑郁已经形成了 一进到家屋里以后 立刻把窗帘拉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细节 封闭掉阳光 对 就是喜欢黑暗 不喜欢阳光的这种状态 对 那据我资料的显示和了解 星哥女士以前得过抑郁症是吗 就到现在我也不能确定 我自己是不是抑郁症 但是有过一段时间 确实是非常的忧郁 以至于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 然后到最后期 先期的时候就是 对生活没有希望 整个都没有希望 然后不想醒来 觉得如果可以一直睡 可以不醒多好 觉得眼睛一闭 第二天早上一睁 就睁不开了 永远不行多好 我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的方法 就是觉得我太痛苦了 但是没有任何方法 然后觉得我不会有钱 其实那个时候 我自己很有 有房子有什么的 但是我会恐惧未来 没有任何生活的希望 然后呢会痛苦 然后就是也找过一些心理这些课程 之后最严重的时候就觉得 我如果可以从那个楼上 21楼嘛 住21楼 如果我跳下去 可以轻松 跳下去我就可以没有这么多的 就不会那么痛苦 这是最严重的时候 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抑郁症 就是很悲伤 您觉得她这种情况下属于抑郁症吗 我想问一下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是一个很大的标准 持续时间 时间比较长 其实是有几个月的 从开始是恐惧 恐惧到无聊 到一种对生活的失望 没有意思 到其实还是不断地有上心理课程 有验声的这种心理 然后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呢 听到她说已经有两条非常符合了 一个是时间上超过了两周 这就是呢 已经影响了她正常的生活 影响了她正常的社会工作 那从这两点来说 可以断定是抑郁症的 甚至还有想过轻松的念头 那如果说是这个轻松的念头 非常严重的话 那这基本上可以断定为中度了 如果她已经采取这种行为 不管这种行为 是不是实施了 是不是要起码了 她站在窗台上往下去看了 那这样呢 就可以是中度和重度 但余老师 我还想问一下您 就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诱发抑郁症呢 这个原因还是 现在来说是蛮多的 一个就是各种压力 虽然物质文明非常的发达了 那可能有些时候呢 精神上会空虚一些 有这种 再就是呢 各种各样的这种情感 人际关系 那现在呢 还有一种是在社会上 最近刚刚发现的 就是现在太多的低头足 手机 看手机 看电脑 这个情况下呢 容易让我们的颈椎脱出 然后当颈椎压迫了 胶感神经的时候 我们依然有情绪低落呀 嗜睡呀 有嗜睡有失眠 就是抑郁心理这种症状出现 所以说导致抑郁的现象的 这个原因还是蛮多的 那方老师 有没有什么补充一下的 刚才余老师讲到了 一个是社会压力 一个呢 是生理层面的 那其实还有一个 是他个人层面的 他的个人性格的特点 他从小这样子成长的过程中间 养成的性格 那有的人就会比较的容易去抑郁 他的情绪就长期的低落 对自己呢 很低的低价值 低自尊 就容易产生抑郁 不认可自我 对 会有这种情况在里面 在作祟是吧 对 是的 那想问一下刊部啊 就在咱们佛教的理论体系当中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抑郁症的成因呢 抑郁症的成因就是 除了刚才几位老师讲的一些客观的因素 当中我想有几个比较主要的一个 还是跟他的压力和空虚 是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我遇到的这个很多的抑郁症的这些患者呢 也就是主要首先是他是压力 那么在任何时候都是 比如说人 就像我们的人的身体 比如说他有一定的重量 他是可以成熟的了 但是这个超过了这个重量以后呢 他是没办法 他顶不住 那同样的我们的精神也是 比如说他有一定的这个压力 这个是他承受得了 而且有些时候呢 这个压力呢 有可能就变成一个正面的 比如说动力啊之类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压力啊 过度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这个身体 或者是我们的精神都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了以后呢 然后就出现问题 那我想可能是主要是这个 可能生理方面也有 主要是我想可能 这个精神方面的 还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呢 佛教里面呢 他没有说这个抑郁症 抑郁症这种名词都 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呢 佛教就两千五百多年前 他更不能 不会说抑郁症怎么怎么 不会这么讲 那个时候概括为是一种心病 对对对对 是是是 那正如刊部所说啊 就是啊 当一个人的这个 承受的这个压力 超过了自己最大的 负荷值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崩溃 和心理上巨大的负担和压力 那我想问一下 堪伯啊 我们的佛教经常会 啊 谈命运 谈因果 那不知道我们的抑郁症 跟前世的因果之类 有没有什么关系 啊 这个比如说 包括抑郁症 灾丽啊 精神上的这个 所有的精神的这些问题啊 佛教里面都有讲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上医师 让其他的 比如说包括动物 或者是人 让他这个收到 这个空拒 就是收到空拒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动物 从一层楼上面扔下去 比如说哪怕是一个虫子啊 或者是其他 如果他飞不起来的话 他虽然没有衰死 但是呢 他是有很大的空拒 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兴趣 对对对对 等等的啊 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导致了他的这个精神上的空拒 那么这个就是比如说下意识在下意识的时候呢 有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国宝 那比如说你精神 自己精神不健康啊 等等 有这个是有 但是呢 也没有说这个 比如说抑郁症是这么这么这么来 这个没有 那我在此我想采访一下 新歌女士 那听了刊部以及两位老师的讲解 我想问一下 您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向我们透露一下 在当初您得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病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原因所诱导的呢 当时的时候突然间 妈妈 因为妈妈很年轻嘛 59岁的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她有癌症 然后几个月之后她就去世了 那就去世之后 入葬之后就有一种恐惧感 每到四点 每一天的四点以后就恐惧 然后我身边有多少人我都无法入眠 那个恐惧感是非常严重 就是无法睡觉 只要到下午四点钟之后 就恐惧有很多的东西 但不知道是什么 也没看到是什么 就恐惧 然后每一晚都是如此 我以为我离开那儿 回到北京了 那就应该没问题 当然也用家乡的一些那种 土办法呀迷信的方法 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北京的时候呢 就是刚好就找到了说 比较有名的心理学家 让心理学家来治疗一次 那之后呢就是说 我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课来调整 然后这个恐惧感一直存在 到真正有一天 那个恐惧感消失是 我听到那首歌 我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说是叫 on money be me home 然后我就晚上听他入眠 当然我那个时候也 第一次开始学会写心经 之后 确确实实就是恐惧感消失 但紧接着 没超过十多天 我一生中把所有的希望和梦想 都放在我的那个 所谓完美的男朋友的身上 本来是准备结婚 然后就因为他有一个 突然间能喝醉酒了 有暴力行为 那这样我就很恐惧 再一次恐惧发生 我就逃离了 然后就分手 就悲伤 那接下来就是这种恐惧 没那么强烈 悲伤强烈 以至于到每天早上 醒来的时候 就会想妈妈去哪了 然后也接着 这种对整个生活 没有任何希望 那我以前是做演员的 那我会觉得 没有人找我演戏了 我也会觉得 没有人在娶我了 我也觉得我嫁不出去了 我生活没有一点希望 我可以十多天不下楼 直到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刚好有一个 很漂亮的女孩 三十岁 非常漂亮 她自杀了 那她就是因为 她是真的是被诊断为 叫做那种 叫什么精神分裂症 或者是什么症的 这种严重的 上次到一个精神疾病的 她已经到严重那种恐惧 而且每天会说 她不是像我 我是只是就是 对生活没有希望 然后 她是属于那种 就是说有人说她什么 然后她就整天想着 说她要自杀 结果她真的自杀了 她自杀之后 我的感觉 因为她的那个微信上 留了一句话 临走前她留了一句话 她写的说 真舒服 而这个女孩 三十岁非常漂亮 她有 听说她有八套房子 两个车 她自杀死在 她的宝马车里了 所以 当时听到的时候 可能那句话 真舒服就入了我的心里 我就一直想着 如果真的死 就是一个 可以很舒服 我就是那种 无处可躲 觉得每天 我怎么活每一天 我太痛苦每一天 我不知道任何原因 就是每一天都很痛苦 不知道怎么去过 觉得活着是一种负担 在当时 你都无法解决 而且那个时候 你已经听说过 人要是自杀的话 就会经历 每一天都会经历 五百次的火烧 和就是 剑砍那样的 刺痛的那种感觉 每一天都要承受 五百次这样的感觉 那这种 让我相比之下的话 我还是觉得 那更痛苦 虽然不管我看到 和看不到 我不能那么去做 那我想问一下 星哥女士 什么样的方法 让你彻底 从那种状态当中 走了出来 跟我学佛很有关系 那刊部 禅修可以根治抑郁症吗 完全是可以的 如果花的时间 还有这个功夫 各方面都刀尾的话 那它完全可以 从本质上 就可以治这个抑郁症 这个完全 是完完全全 可以根治抑郁症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